记者王俊奇花莲报道 中秋节将至花莲县黎明身心障碍者庇护工厂连续两年中秋订单惨淡 去年因订单较以往下降四成 26名身心障碍员工苦撑一年营运财务勉强过关 未料今年订单截至目前也仅有11张 让都道十分紧张 堪忧之称庇护工厂的经费来源恐断吹 再过一个月就是中秋节 各大超商强推月饼礼盒预购 全台多间知名高饼店也开始行销热卖商品 抢供月饼市场 花莲以牛亚饼打响网络团购热潮的黎明身心障碍者庇护工厂 今年同样推出多款客制化礼盒 但似乎买气不如往年 黎明月饼礼盒前年贩售金额约达200多万元 尚可维持整体工厂营运 去年订单却降了四成多 让原本有30多名身帐员的庇护工厂 仅剩20多人 工厂主任杨幸荣为让员工维持工作稳定性 降低营运成稳也绝不关场 每天轮流安排6-8人进行烘焙作业 以汽水长流策略持续苦撑 杨幸荣说 黎明庇护工厂员工每天用心轮流进行简单秤重 办料或包装等作业 相当认真且辛苦 但因大环境不景气 今年订单锐减 期盼善心人士能及时伸出援手 让身杖者以爱制作的中秋礼盒能有出路 持续给予他们支持的力量 工厂督导郑佩新说 今年目标中秋营业额原定为150万元 目前订单虽近11笔 约3万多元 距离还差一大段 但相信只要持续主动出击拨打电话宣传外 也会积极发送订购单增加买计 一定能够提高接单率 黎明庇护工厂于2009年4月成立 是花莲县首建庇护工厂 生产各式礼和内容物 包括超夯团购人气的牛鸭饼 凤梨酥 手工饼钱 蛋黄酥及小月饼等 都由身心障碍员工用心制作 民众若有购买意愿可至官网订购 httpwww.newdawn.org TWD Aconia 或恰恰恰 03-8460-05-275 郑小姐 TWD Aconia